为什么我们老一辈要经常强调国防工业自主? 其实看看伊朗陆军的这组照片就可以知道了。 根据网友发布的2018年最新卫星照片显示, 伊朗的CH-47C之弩杆直升机由于高到美国的严重技术和零部件封锁, 处于大规模的停飞状态,而且即便是拆东墙不西墙,也扭转不了这样的颓势。 2018年最新的卫星照片显示,伊朗陆军的CH-47C直升机, 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,就至少有6架拆掉悬翼和发动机,再也无法重返天空。 国际权威机构的最新统计显示,伊朗有40多架CH-47C直升机, 但是从目前的情况来看,它只有30多架了。 从这张卫星照片中,我们可以看到有4架CH-47C直升机, 被拆掉发动机和旋径,由于无法找到充足的零部件工艺, 柴线逆飞机的零部件,来保障其他飞机。 实际上是一种按肉捕装的做法,虽然很痛苦, 但是不得不这样做,在两国关系友好的时候, 美国曾经提供给了伊朗大量先进的武器装备, 比如世界上最大的空中加油机,美军最大的直升机, 以及当时非常先进的F-14战斗机。 然而,随着美国和伊朗的关系走向冰点, 武器供应再也无法像往常那样源源不断的到来。 除了伊朗CH-47C直升机2017年时的卫星照片, 由于美国的技术和零对件封锁, 伊朗的很多飞机都出现了难以为意的状况。 对此,伊朗也想到了一些挨招, 比如通过特殊途径, 购买美国坟场里的飞机的零部件, 到后来被美国发现后,加强管理。 这个源头也就断掉了。 当然,伊朗的国防工业, 也在不断地进行着努力。 比如有些重大的项目, 尝试进行着仿制和国产化工作。 例如,伊朗最近公布, 为一种不死秒空空导弹的仿制型号, 算是让老旧的F-14机群能够有导弹用, 尽管伊朗趁其醒能有极大提升。 但这种过时的老导弹 很难满足现代空缠的需求。 伊朗活生生的例子告诉我们, 国防工业的自主是如此的重要, 别看关系好的时候, 人家什么好的装备都能提供给你, 但关键时刻, 就有可能遭到对方卡脖刺, 这样的事情并不少见。 而且, 即便是对方愿意提供给你装备, 也会有非常苛刻的条件, 比如像割韭菜一样的将装备和零部件卖出天价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 别忘了按赞哦。